那我們這個師範大學這邊呢 吳三慧 他之前呢 他也是一個對打的選手 表現也是非常的好 但是他現在在品勢這一塊也是經營得不錯 好 重點的是八張 好 這是政權上級 拿回上級的動作 八秒鐘 好 後退 這個八張他特點在這邊顯現無異了 在跳踢的部分喊聲 這是五個品連結的動作 到最後又一個品一個的動作 所以說他的組成是蠻複雜 剛剛已經前面講過 我們這個品勢呢 比賽 它是一個習慣性的比賽 如果你的習慣好 基本動作正確 它必然習慣就是好的 那然後呢 你的這個動作一定要很熟 很熟練 你到時候在上場的時候呢 這麼緊張的情況之下 你仍然是能夠很充農的 把這個品勢的精髓展現出來 那你勝出的機會就大了 好 現在開始看看啊 成績已經有滿滿的顯示出來 好 現在成績全部出來 清張維杰在這個場面是約勝一籌 7.84 贏了葉紅的7.64 接下來就太極六張 太極六張 剛剛講過了 我們是有一個特殊的就是旋踢 是這個行場裡面特有的 還有呢就是在我們1到8張裡面 收前腳這個地方 是我們六張特有的 他的動作也是快慢 都還要很分明 但是你如果動作快 忽略的動作 那這樣子呢 必然會得到那個扣分 好 兩位選手都完成了六張的比賽 我們大家都知道啊 看上去好像不分宣制 不過馬上呢 我們經過我們裁判 這個很公正 公平 公開的這個給分 張維杰選手 葉鵬選手 看到了啊 這個 非常的好啊 經過這個公平公正的 就是 裁判的比賽 裁判他來這個評分之後呢 我們大概就知道說 兩個人他到底是 能夠差多少分 好 現在這個行場也是 7.84對7.76 張維杰少了 所以說他的總分 張維杰勝出 我們現在知道說張維杰是第三名 葉鵬是第四名 但是呢 我們還是以公佈的成績為 成績為主 大致上 也許是怎樣 好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我們可能是要進行的 就是冠亞軍啊 冠亞軍啊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